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在座都很多是很積極的 亦都是知識分子 我覺得這個 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你所面對的那個衝擊 其實某程度上 你肯去繼續拼搏 問題都不大 但我想問一下今天 你覺得你依然保持著 當年的拼搏精神 有沒有問題呢 艱不艱難呢 我自己一直接觸很多client呢 他們過到97個關 但他們現在一直在說 接下來這一關很難過 我昨天見到一個教書先生 他簡直說 他問那些學生 誰將來的志願會做老師的舉手 沒有人舉手 他問那些學生為什麼 他那間是Band One的學校來的 他問那些學生為什麼 見你做得那麼辛苦拿死嗎 我想問一下究竟我們香港社會 就是對我們以往傳統的專業 譬如說醫護社福教育的專業 我們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我常常去看回 就是今天去管社福 管醫護管教育的那些管理階層 他們是些什麼人來的呢 但是我想告訴你 金融業都是上帝創造的一個行業 只不過人的罪性 並將它扭曲了 而那個救贖呢 同樣是會臨到金融業的 那是靠你們了 給大家的就是 有兩段的經文的 那就是《生命記》 第五章6至21 那就是十誡 那去到第21節呢 就是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也不可貪圖人的房屋 田地 瀑皮 牛爐 並他一切所有的 在我們一路有很多的意識形態 或者社會不斷在圈掩著 你的成就的象徵 你要好似哪個有他住的那種的環境 所以有時候很有趣的 你會看到我們的電視 就是整天播那些看樓節目 那在說室內的裝修 又去訪問那些名人的住宅 那就是究竟在說那些什麼呢 在宣傳那些什麼呢 那就是叫你去羨慕一下 一個社會是這樣的文化底下 是一路將我們drive去一個什麼方向呢 其實犯第十誡 其實就是等於犯第一誡 第一誡就是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作什麼形象 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為我耶穌說 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第五章第六節講 我耶穌說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 圍牢之家領出來 其實我覺得香港呢 越來越像古埃及 好多好多神像 是不斷去向大家招手 你拜我吧 這些富貴榮華我就給你的了 我們的企業都是另類的神來的 你進來打我份工啦 你做打工皇帝啦 你的榮華富貴 在我掌管裏面 我可以賜給你的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社會 一直在圈掩著的情況 原因呢就是相比 有一些的人 他選擇他的興趣 是和家人一齊 是多些時間陪家 多些時間去關心家人 多些和朋友在一起的 那群人呢 那群人呢 那群人的法樂指數呢 是一直都很 consistent的 是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是 keep 住在72至73之間的 所以在這裡呢 就反映到一些 很有趣的現象 我覺得是幾值得大家 去想一下的 而在另外呢 就在2008年呢 他也都引入了一個 life score 那他的life score呢 L呢是代表love C呢 I呢 是代表煙細 F呢 是代表fortitude 那而fortitude的解釋呢 我查回字典 那就是講勇氣啦 克服困難呀 那個耐力 和那個自制力 fortitude的解釋 和engagement 那而在這四樣東西裏面呢 就是頭的這兩樣東西呢 他們的研究呢 或者那個調查呢 是看到 隨著年齡呢 這兩樣東西是一路增加的 那而 這三樣東西呢 在21至29歲呢 是不斷下跌著 那我想去再提一提大家 這三樣東西 在21至29歲的組別裏面呢 是一路下跌著的 那而這一個呢 是下跌得更加嚴重 engagement 21至29歲 是明顯下降 那這個是我自己 即是覺得是需要我們去擔心的 那而整體呢 那個live的score呢 女士好過男士好多 那我就想提一下那些男士們 即是我們有些什麼問題呢 那可能我們上網去錯了那些網那裏 其實這裡呢 就是由上面分析呢 我們發現呢 財富或者經濟 是不一定是開心的元素來的 即不一定是單一的開心的元素 其實人際關係啊 社會網絡啊 自尊和能力感啊 自由感啊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其實令到我們個人開心呢 促進人際關係啊 協助人釋放潛能啊 建立個人自信 和維持個人的幸福自在感 是有用的 那以下呢 就有一堆的一些 是來自這個作者 那他有一些的提議 那我亦都將它緝錄了出來 給大家參考一下 香港呢 在家庭那個解體呢 其實是造成很多 面對疫境那個能力的一個挑戰來的 因為家庭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面對疫境一個緩衝的地方來的 當我們在外面遇到有挫折 或者是有衝擊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第一個想求助的地方 家庭 但是很無奈就是 我們看到家庭那個結構 是一路被拆解著的 是給社會的文化 我們消費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 所謂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的文化 是一路去拆解著的 而往往我想告訴大家 在我一路的觀察裏面 社會越強調個人的權利 或者自由的時候 它對通脹那個抵抗的能力 是越低的 所以是很 幾吊詭的一個情況來的 當社會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尊重個人的選擇的時候 但是它去面對這些挑戰的能力 是會越來越薄弱的 其實我們在香港 面對很多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 到底我們的定位是怎樣呢 我覺得我們今天 處身在香港社會 我回應回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我們的備造使命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我們是有事要做的 那最起碼呢 我就會覺得 第一樣我們要做的 就是幹活 但是 我在講這三樣東西之前 我就想講一講 抗通脹啊 這些經文是些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整個社會 一直在強調 提我們就是要productive 和effective 就是我們要有 有產能 和有效果的 有效益的 聖經裡面 有沒有教我們productive 和effective呢 在我有限的聖經知識 我都找到 沒有教的 不過呢 聖經就有講到 我們怎麼會ineffective 和unproductive 就是換句話說呢 聖經就要提我們 不要跌下去 ineffective和unproductive的境況 其實就是在這段經文 如果我們 你去找回NIV 就很明顯的 那這段經文呢 就是說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得行 有了得行 又要加上什麼 再加什麼 而你們若 匆匆足足的有這幾樣 就 不使你們 不自行難 不結果止了 那 中文聖經呢 我覺得也一般 匆匆足足的有這幾樣 就是好像搞定了了 Done 但是如果你看NIV呢 英文那裡講的 increasing measures 就是我們要保持著 一直不斷增長 增長 需要的 其實是在這些地方 而我們有這些基礎底下呢 我們去履行這三個的使命呢 第一個幹活呢 就是說 就是我們找食 我們要找救食 但是你要留意 不只是你找得救食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make sure 就是你身邊 你接觸到的人 與你共事的人 你眼目 所觸及的每一個人 他們都是能夠救食 這個就是幹活最起碼的要求 這麼多的 有些想法 有意見 那登上 Christian